公讀《圣若望福音》 安息日后的第一天清早 天还未亮时 马利亚马达勒勒跑去见西门伯多禄和耶稣的爱徒 对他们说 他们从坟墓里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那里去了 百多禄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人一起跑 可视那个门徒跑得快 让百多禄先到坟墓那里 靠患要往里面观看 看见脸部平放在那里 但没进去 西门百多禄随后赶到 尽了无悦 也看见脸部平放在那里 裹头的头巾不是在脸部里 而是卷着 放在另一边 这时 那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来 他日看见就信了 《上主的话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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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上主的话》